大家好 我是三之三的佩佩老师 欢迎来到说故事时间 故事是 这是一个秘密 我们要打开秘密了 故事书咯 这是秘密 小乌鸦飞啊飞 飞到一棵大树上 看见了树上有个洞 洞里面都是苹果 小乌鸦非常高兴 吃了一个又一个 又甜又香又可口 小乌鸦心里在想 这是我的大秘密 千万不能说出口 不久 小乌鸦看到了小松鼠 小松鼠常常陪它聊天 小乌鸦想了想 好朋友嘛 就要把秘密告诉它 还想我只告诉你哦 你可别说出去 小松鼠点点头 保证不开口 一会儿猫头鸦来找小松鼠 它们常常在一起看书 小松鼠想了想 好邻居嘛 就要把秘密告诉它 还说我只告诉你哦 你可别说出去 猫头鸦拍拍胸膀 胸脯 它也保证不开口 半路上猫头鸦遇见了小白兔子 小白兔子营养不良 猫头鸦想了想 救它一命吧 就把秘密告诉了它 还说我只告诉你哦 你可别说出去 小兔儿点点头 嘴里一直念着 这是秘密 不能说 这是秘密 不能说 这是秘密 不能说 大狼狐听到了 它问小白兔 什么秘密 坏点说 小兔子 吓坏了 就把秘密告诉它 还说 是你逼我说的 不要说 是我说的哦 噓 小乌鸦飞去的大树上 没想到大家都来了 大家都想吃苹果 苹果呢 苹果都不见了 大老虎生气的对小白兔大叫 你胡说 小白兔呢 生气的对猫头鹰大叫 你骗我 猫头鹰生气的对小松鼠大叫 你说谎 小松鼠 electoral 小松鼠委屈地问小乌鸦 苹果在哪里 躲在树后的狐狸 忍不住 哈哈哈哈的大笑 你们 传秘密的时候 苹果全被我拿走了 小乌鸦瞪著小松鼠 都是你 小松鼠瞪著貓頭鷹 都是你長蛇 貓頭鷹瞪著小白兔 都是你多嘴 小兔子瞪著大老虎 都是你逼我的 只有狐狸拍拍拍鼓鼓的大肚子 歡歡喜喜的走了 咦我的蘋果呢 小朋友 這本故事即將結束囉 PiPi老師今天的故事就講到這裡 我們再期待下一本故事囉 拜拜 咦苦 咦苦 咦 entsprech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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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